好我们看到了白宫新主人都还没出炉 中国经济先软脚 只顾位的说 严冠乎出狗菜是真的 华尔街日报揭露 过去短短一年之内 中国民众已经通过非法管道 转出超过八兆的资产 这也就难怪 为什么中国政府砸再多的钱 都看不到效果 那跑不掉的人怎么办呢 最惨的是年轻人 九月的失业率 盖牌四天不肯先一千开 吓死人啊 现在就对中国来讲 它的经济状况到底有多么的需要被关注 你看中国社科院 社科院是国务院下面的支柱单位 它的报告应该 老实讲没有什么公信力的问题 它就代表公信力 结果你知道吗 社科院说中国第三季的经济活力不够 消费信心降低 甚至有提到说 如果就狭义的货币供给的部分 就是说我们在最传统的 这个所谓的经济的这一块 它是呈现负成长的情形 所以显示经济运作 已经呈现气血不足的状态 这个状态就带着什么 你知道吗 你若是有来自 你就不用怕外面说你怎么 但问题是 几个消费性指标商品 确实现在看起来 出现一些警讯 我们来看谁呢 比如说茅台 茅台可厉害了吧 茅台不就是高官在彼此馈赠 最重中之重的礼物吗 你千万不要小看贵州茅台 贵州茅台你以为它只是个酒 没有我告诉你 它代表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甚至它也是人家投资的好产品 可是你知道吗 以前人家叫它叫做硬通货 现在呢 有没有可能变成过时货 我举个例子 像他们这个贵州的飞天茅台 有一款 2023年的售价 一瓶一瓶我现在讲一秒 以人民币来算的话 将近可以卖到3000块人民币 换算台币也差不多是 14000 15000左右这个价钱 没有想到在今年中秋的时候 零售价跌到变2600块人民币 曾几何时白色黄金 结果短短一年打了八折 而且我刚刚特别强调的是 现在是中秋 中秋正是大家 如果有喜宾宴客或干嘛的 你要送礼或什么 这个都应该是畅销货 可是你说中秋还很久 中秋过了 对不对 但是我们现在回来看 你知道在中国 其实在最近他们有购物平台 现在理论上面来讲 双十一购物节 应该很重要对不对 可是你知道吗 现在也被传出说买器非常非常的冷 连路透社都发现到 消费者现在对于经济 已经感到沮丧了 曾几何时 这个双十一每一次 有没有在那边敲 当当当当当 我们已经达标了 一群人站在那个地方 今年冷冷清清 而且现在其实已经不是 在过去的时候 大家对双十一的购物节 再拼的已经不是营业了 再拼的是我设定的营业额 在多短的时间里面可以达标 但问题是 现在大家突然发现到 好像说 他们双十一购物节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 促销活动 好像都没有什么 太多的这个进展 大家就会问了 为什么就是一两年 这种内需这种消费 急速的销轰 是不是因为口袋 越来越扁呢 你就看他们有一个供货商 他是负责做家具 他就讲说 他们本来以前都希望说 透过这个购物节的部分 那我也可以把畅销商品 卖一卖 最重要是我库存的东西 我也可以把它清一清 结果现在呢 他就觉得就是说 以整体的经济状况来说 不会带来 所谓的整体销售的一个成长 那我会讲实话 销售来自于哪里 人家要有钱 他就愿意买嘛 那问题是 你知道他们薪资结构 现在看起来也面临一些转变 比如说在中国大陆 有个推特这个博主 叫做德论传媒 他们就说呢 他们要报一个新闻 他说那其实有一个 这个中国退伍军人 他就自己来爆料 他说他有一个战友 你知道吗 他离开这个 所谓的解放军完了之后 他选择干嘛 做专职的消防员 结果没有想到最近 收到一个通知 跟你讲说什么 不好意思哦 你的工资要作为调整 他说调整的幅度是多少 你知道两千块人民币 这个通知以下来之后 他都说他的战友 你说要砍他两千块人民币 就是一万台币 这个砍下来之后 他说他的战友 就跟他抱怨 他就说你这个薪资 跟我来讲说 老实讲砍的幅度 非常非常大 他甚至举一个例子 他说我很有可能连奶粉钱 我都买不起了 砍你一半算客气的 要不要做随你 更惨的例子 一个挨着一个都在后面 都没工作 我们光来看 事实上成都广会 这个所谓的日产 有一个申科隆的4S店 他现在你看他这个画面上面 居然有人开始挂这个牌子 或干嘛的 为什么 因为有员工突然遭到解雇 那我们就讲4S店 它是另外一个商品的指标 它是卖车的 车子嘛 如果你车试好的时候 我找员工都来不及 我还跟你 你看他那个画面上面 店开这么大家 结果没有想到 居然有员工 现在讲说 我被你这个突然解雇 薪水什么都没有着落之后 他们要挂标语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而且不只是这个 你看像生产制造 很多人都想要东莞 东莞现在也传出来讲说 有一间这个旺新的 这个精密工业的公司 他要求员工说 不好意思 我希望你干嘛 停工放假4个月 这个就是无薪假还有薪假 他有点薪水 因为他说 我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发给你薪水 结果你知道这个事情闹到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他的工人也出来维权 你知道为什么 他说你今天叫我放4个月 给我一个最低的这个薪资 你不是等于逼我要离职 另外再去找工作吗 你想想看那个消防员 被人家砍2000块人民币 他就讲说 我这个小孩奶粉钱都负责 苦都不能苦 孩子的状态之下 这些人就上街 你知道那时候还动用好多公安 上去维护秩序 200块人民币 逼死一条英雄好汉 你知道吗 甚至在广西 都还有什么你知道 有一个经营 那个捕鱼事业的老板 他那个时候呢他就说跟员工这个在薪资上面 可能大家计算的标的不一样 结果你看在上这个大街上面上演全五号 而且你知道吗 这个其实是一个悲剧啊 因为呢这个员工他觉得说 你今天苛刻我多少钱你知道 150块人民币耶 600块而已啊 他居然跑去跟老板拼命你知道吗 结果啊我刚讲是一个悲剧 是因为这个老板啊在这个冲突当中 他不幸生亡 你想想看 一个人命值台币600块钱而已吗 这就代表什么你知道 他的经济压力已经变得是 你只有一个小小的波动 可能对这些被影响的人来讲 那都是整个他的身家性命啊 所以在职的 要么被砍薪 要么把你lay off 整个把你辞退掉 你也就没工作 那如果我是初出校园的年轻人 那我不是更惨吗 年轻人被视之为叫做 国家未来希望的重大指标嘛 那你知道吗 在10月18号的时候 中国曾经公告他全国失业率 是5.1%啊 结果没有想到10月22号的时候 他这样很多人就问他说 那你青年的状况是怎么样 他们公布16到24岁这个族群 而且重点是不包含在校生 你知道失业率居然是17.6% 创下已经是一个第二高的 这样的一个记录哦 这个什么意思 这就是高中大学硕士 应届毕业生的年纪 是啊那老实讲啊 这些毕业生按照我们这种说法 叫做新鲜的肝 那又要进入到职场 应该很多职场欢迎他们 而且再来就是他们薪资起薪 不会太高你知道吗 这就没有想到 居然面临到这样严重的失业潮 那这样一个失业的情形 我跟你讲也反映在中国的戏剧里面 你知道他们之前 有一个电视剧叫凡人哥 在中秋节的时候是玩截片的 那你知道吗 这个凡人哥他引述的 他讲的这个故事 就是有四个年轻人 离开学校之后进入到职场 然后呢失业的状况啊 居然在中国大陆里面 引起广大的回响 而且他也不是说我随便编出一本剧啊 因为他原先的这个剧本的发想 来自于有一本出版小说 叫做什么你知道 我不是废财啊 居然用这个方式啊 去真实反映他的中国大陆啊 这个所谓的年轻人的这个心事 引起很多的这个回响啊 所以你说这个东西 习近平啊 在今年五月底的时候 他还发表了一个 促进就业的这个场话 他说什么 他说坚持要把高校毕业生啊 这些青年群体 就业来作为政府执政的重中之重啊 那老实讲啊 高校毕业生啊 他可能不是说啊 特别这个学历特别高端或什么 可是他可能在整体的族群上面 也是占很大的一块啊 就是大学的应届毕业生 这应该是政府应该最重视的一群啊 因为这个族群非常大嘛 那结果你知道他们政府就做了什么 他说那没关系啊 有政府部门就说 那我们就开发这个所谓的新的职位好了 比如说有什么科研助理啊 这样的一个身份的存在 就几毛巾一样 可以多几出几滴水几个职位 我就问 五月下达这个指令 结果十月一公布的失业率 怎么还这么高啊 好那你一定会有人讲说 不是啦 那个大学毕业生啊 他有些可能也不是名校啊 不是什么的 当然他找工作要靠自己 但我们就来看所谓的名校 你看哦 北京跟清华这11所的这个名校 现在统计说 2023年啊应届的这个大学毕业生的升学率啊 大概有七成左右啊 可是呢 你看在其他的这个学校里面 有30所的这个所谓的985的大学 985也是名校耶 也算是名校对不对 对 他里面25所的毕业生升学率 差不多是50% 只有50% 15所的毕业生的这个升学率 大概是在60% 但你有没有发现到 我现在讲的是两件事情啊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的叫做什么 就业率 对 我在这个地方跟你提的叫做升学率耶 升学率的意思是什么 我继续留在学校读书 那代表是什么 我外面可能没有工作机会啊 所以我只能留在这边 你想想看哦 连北京清华的升学率哦 都有七成耶 所以照理讲 如果这个地方 学率不要这么高 他们应该老老早 名校大家抢着要 是 可是外面没那么多缺 只好继续留在学校 大学生硕士 硕士念博士 那当然有些人会觉得就是说 他可能是真心想要这个 继续往学业的部分进进吧 可是你有没有想到一件事情 这一些七成的 这些毕业生 或五成或六成的毕业生 他留在学校 他接下来明年度 会有新的大学毕业生 那一个一个在累加 堆叠上去的时候 这个失业率 会不会在明年的时候 不含再校生的失业率 会不会再创新高 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哦 好 人群我问你哦 这些都是名校 都是人中之龙凤 连他们都不敢出社会去输赢 继续留在学校蹲着 那总是还有一班 还有可能更下面的排名的学校 这些学生出去 工作不是更难找了 所以我认为现在中国大陆 他很有可能 他整体的这个经济发展 尤其在就业的部分 会面临到生多周少的一个情形 我举个例子哦 比如说江苏高中 当时要约聘一个工友 结果大家看到这个录取通知的时候 居然发现到说 哇 有一个24岁的年轻人 录取到工友 但是他的学历的部分呢 居然被填上叫做物理硕士 他的专长是物理硕士 结果一大堆人讲说 天啊 这个连应征工友都要硕士 那我大学毕业生是怎么找工作这样 后来校方赶快出来讲说 不不不 我告诉你 这事情有个误会 他说呢 这个人呢 他在念硕士没错 但他还没有拿到学位啦 所以他不是硕士毕业生 严格还是学士而已 那不是重点你知道吗 重点是那你想想看 有多少人去抢这个职务 而且他是硕士本科专业的哦 这样的人才 你不是应该见到 更属于你的研究机构 研究单位 或者你跑去当老师都可以啊 跑来应征工友的职权 你应该让给别人啊 那我可以很简单的回答你这个问题 为什么 因为尽快上岗 你如果现在上岗 你后面就比较不用担心 你知道 你现在不上岗 别人上岗了之后 你连这个职务都没有 你要去哪里找啊 先考位先赢啊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现在如果我连找工作也难 或者我找到工作之后 我的薪资也有可能会 会被降低的这个状态之下 你知道吗 按照中国新闻周刊的一个报道 他们是针对7725名 包含16到40岁 我们定位叫年轻人 其实老实讲40岁 30到40这一个阶段 有些人其实离开学校 应该有一段的工作经历 可是他把它扩大 他是16到40岁来进行调查的时候 发现什么你知道 在这个族群里面有八成的人 没有想要买房子 没有想要结婚啊 那甚至有四成人呢 说什么你知道 说他们的收入降低啊 你这代表警讯是什么你知道 因为我不买房 不买房就不会促进内需 那你不买房的状态之下 你就制造了很多这个房子 卖不出去 所以我们之前提过说 他的那个房子 房子房市下跌 是因为我供需不平衡嘛 再来我不结婚 不结婚你就没有那一些 什么黄金啊 什么什么那些的这个消费 再来不结婚不生小孩 不生小孩也没有那些 所谓内需的问题 所以你就可以发现到 这个真实反映出来 是中国的经济现况 难怪社科月也要出来讲说 哇我们这个经济的部分 真的必须要好好去思考 为什么 因为经济的活力不足 消费信息严重降低啊 欧战场美国最新的一个声明 他们证实出现新联孔了 北韩向俄罗斯派兵是真的 初期1500人 预计年底会达到万人的规模 这万人大军甚至包含了 北韩最精锐的暴风军团 都出动了 今天马老师要带我们来看看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只近驴 白宫警告 当心你们个个都会沦为炮灰 今天我们更严肃的要来问 俄乌会不会变成南北韩冲突战场的延伸 而地表的三大火药库 如果同时骑炸 那不是更棘手了吗 真的不是我为言耸心 人类70几年来 最接近世界大战的时机点 居然来到了 就是现在 而且是两个时机点 点燃一个就世界大战 好 我先问你 今天全世界最惊爆的一条新闻是 证实俄乌战争 北韩部队参战 北韩已经派进去了 派 北韩战争已经到俄罗斯 参战俄乌战争 我考你一下 南北韩 最近有没有要爆发的迹象 有啊 南北韩一爆发 我问你 俄罗斯会不会去帮北韩 会 因为俄罗斯战争你已经来了 是 我会帮你吧 是 美国会不会让南韩 会 南北韩战争会不会变成 美俄之间的大对决 哇 那是会发生的事 世界大战就爆发了 对 好 所以今天全世界都在关注 北韩参战 俄罗斯战争这件事情 我告诉你 他到什么地步 第一个 美国国防部长出来讲话 对 他说我要亲自证实 北韩派遣 注意听这四个字 精锐部队到俄罗斯 北韩的精锐部队 精锐部队 这是美国国防部长讲 是 美国白宫发言科比出来说 目前进去的超过三千人 已经三千人了 对 然后乌克兰 这个情报总局局长出来说 为什么普丁 把库尔斯克收复的日期 定在2月1号 为什么 因为他等北韩的部队 完整地进来 把打进去 他说北韩要多少部队 进库尔斯克 一万两千人 我头皮发麻 原来2月1号压这个日期 是等北韩所有的精锐部队 到位 到位 库尔斯克去打 因为俄罗斯还不敢 让北韩部队攻进乌克兰 他假如让他进入乌克兰 那就不得了了 外国军队就可以进入俄罗斯了 但是我只在俄罗斯 把乌克兰军队推 打出去 库尔斯克 去俄罗斯的北韩部队 居然是暴风军团 好 讲到了深水区 老师你好 跟我们讲一下 北韩的暴风军团 是怎样的一支禁旅呢 我要跟大家讲 北韩的部队 真的是世界上最好的部队 为什么 因为他们受训太苦了 我告诉你 甚至我讲 我们中华民国军人 都不敢这么苦的受训 北韩没有关系 老实说 他无人道没关系 所以他的暴风军团 受训中死亡受伤 那简直是 机中平常 因为他那种 什么胸口催大石 头顶催大石 那种都是小case 你看 这北韩的暴风军团 在风雪中是打赤膊的 不怕寒冷的 而且接下来 乌克兰战场冬天 我跟你讲 你看 他们是直接 用木棒敲 打你的 然后直接用刀砍你的 受训这么严酷 对不起 你受训过 我死亡了 那你家的事情 只要能够通过受训 北韩报部队 全部都身经百战 把这种部队 派到俄罗斯去 所以几十年来 地球上 我没有谁看过 北韩打过一场战 结果这一场 大规模的战事 会发生在俄乌 对 而且北韩暴风军团 派到俄罗斯 乌克兰 自己情报总员讲 他们将面临 严酷的考虑 暴风 来了 好 这个暴风 会不会变成全世界暴风 好 我们再来看个影片 现在有人提供影片 现在有人提供影片就是 乌克兰说 你要帮我 南韩你要帮我 他要向南韩要一堆武器 是 南韩说武器我不能给你 我可以帮你训练F-16飞行员 所以现在南北韩的战场 改到了乌克兰去 我再跟大家讲一下 不要看不起北韩 北韩科技很厉害的 北韩 它的无人机 居然试射地狱火飞弹 对 无人地狱火是美式的装备 而且你看 这北韩的无人机 长得怎么这么像死神 那我告诉你 有一张照片 金正恩站在无人机前面 是 接受访问 那张照片你就看到 金正恩故意把后面的无人机 秀揣给你看的 那个无人机两种型号 一个叫做彩星4 是 一个叫彩星9 对 我告诉你 彩星4跟MQ4全球音一模一样 是 彩星9跟MQ9四身一模一样 跟哪来的技术 这样逆向工程 逆向工程 而且 它居然有 仿地狱火飞弹 而且发射成功 我告诉你 它如果把这些武器 交给俄罗斯 那天大地大的事情 现在 大家都认为 战场上无人机是主流了 没错 美国在今年 居然把一个项目停止 什么项目 未来武装直升机 这个发展项目 是 因为什么 它认为武装直升机不重要了 直接我用无人机 所以 那个美国直升机 武装直升机就不服气了 我的阿帕基用地狱火在后面 啪啪啪啪就把你攻击 代表我们还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 刚刚马老师提到两个时间点 一个就是俄乌战场 会不会引爆世界大战 第二个 毫无疑问就是中东 记不记得中东 以色列防长叫你来美国 你不来 好吧 布林肯直接飞过去 结果以色列不甩他 你控制不了我 不是 我要你们看这个影片 是 这个影片 以色列刚刚公布的影片 是 这个人是谁 这谁 以色列国防部长 对 叫他到华盛顿去 他不去 对 他跑那里去 他跑去以色列的空军基地 是 然后拍了一个影片 然后在今天播放出来 他说什么 这个影片 他说 等到我们攻击伊朗之后 全世界都会知道 我们以色列的厉害 他一定会打 什么时候 不是 这个影片 他讲这段话 通入两个意义 对 第一个 当我们攻击伊朗之后 意思是 我们一定会攻击伊朗 是 第二个 我问你 他在今天放这个影片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就是他要攻击了 他不会放这个影片说 我们要攻击伊朗 结果你放了以后 一直不攻击 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为什么说世界大战 伊朗10月1号 打了以色列之后 大家都知道 他要回打伊朗 今天10月24号了 24天了 你怎么还没回打 当时就有人说 以色列打算 不要影响美国大选 11月6号 美国大选投票之后 他才会去打伊朗 那上两个礼拜不到 但是我告诉你 会更早 美国人很怕 他在美国大选之间打 因为他打了之后 会严重影响美国大选 我问你 11月6号投票 他10月5号打 10月4号打 会不会影响美国大选 当然 绞到天翻地覆 会绞到天翻地覆 好 但是国防部长 在现在突然放这个影片出来 是 我认为 就是他要打了 这时候 新恩恩居然又弄了一个独家新闻出来 新恩恩说 他从美国情报局 获得绝密的资料 以色列要打伊朗 以色列要打伊朗 居然是用以色列从来没公开 世界没人知道的 立宗无人机去打伊朗 哇塞 今天这一体水这么深啊 对 好 注意 以色列有一个立宗无人机 叫做RQ01 全世界没有人知道 对 它的存在 结果 在 以色列空军基地 美国雷达居然看到 神秘的东西在那边试飞 怀疑立宗无人机 而且它试飞那个基地 你知道是什么 就是被伊朗飞弹 攻击那个F-16空军基地 我要以人之牙 还人之牙 所以我告诉你 而且我告诉你 这个无人 据美国消息透露 这个没人见过 没有公开的立宗无人机 连美国都不知道 这是什么样的杀器 它带了一个神秘的石头飞弹 这石头飞弹 三模式 关系导引 光电导引 GPT导引 有一个导引 GPT被干扰 没关系 还有两双眼睛 两双导引 所以它 隐形文件你根本看不到 我棒棒棒 有没有最精确的石头炸弹 把伊朗炸得天翻地覆 你说这几天 它就会开干了吗 各位 你不要以为我讲石头 以色列石头炸弹多厉害 最近以色列 他也是这个一模一样 他在攻击前四十分钟 说这个大楼 各位 我要炸这个大楼了 以色列炸大楼 经常炸 但他四十分钟先通知 说你周围的人赶快撤退 美联社记者 就跑到大楼对面树下 在等 他真等到了 而且我告诉你 准到不行 那个把你吓死了 就是以色列的飞弹 说我要炸这个大楼 各位看 导播看这个 各位看 多可怕 被美联社记者拍到 哇 这个好清楚哦 看到没有 我要炸这个大楼 美联社记者在那边等 注意哦 它是先预告的 预告 四十分前预告 说你们附近人都撤退 都离开 这栋大楼 我要把它炸平 美联社记者就躲到这里 拍 哦 你看这一张 你看 准到不行 好可怕 所以它这个是 Space 2000的导引炸弹 这个炸弹 精密的误差 不会超过三公尺 三公尺 我从多远的地方打过来 我刚刚讲他去炸 西根讲他去炸伊朗的石头 也是精密误差 不在三公尺 所以你看看 这个证明以色列攻击 是非常厉害的 伊朗现在 插在大尔 好 现在今天又有个意外的插曲了 在北约里面 最神秘地位最敏感 土耳其 今天居然受到恐攻 土耳其恐攻 谁敢在老虎嘴边拔毛啊 不是 因为土耳其居然传言说 这恐攻是以色列干的 以色列 为什么 第一个 就在这个恐攻之前 以色列 那个土耳其的外长 跟伊朗的外长 开联合记者会 声明 我土耳其支持伊朗 而且还居然说 我土耳其支持哈马斯 那这样子 以色列虽远必诛 这第一个 第二个 土耳其总统被攻击的时候 现在人在哪里 跟普丁在一起 在俄罗斯 这一连串 加在一起 都跟以色列有关系 结果跟俄罗斯也有关系 结果发生恐攻 就很多人政治联想 你看这个恐攻多可怕 恐怖分子 特战部队已经这样冲进去了 我告诉你 这很可怕 恐怖分子居然坐计程车 坐小黄 到一家工业总部的门口 一下计程车就扫射 就扫射 一下计程车就开始扫射 拿了冲锋枪 看到没有 他扫射之后 居然的公司 居然有武装人员 双方开始打火 其中有一个 把身上的炸药就爆了 他把这也炸死在现场 炸就烟护这两个人 冲进公司里面 注意这是个女生 女生很凶 这是公司的电动门 所以他们两个就冲进去 冲进去 居然用背后的这个炸药 把整栋大楼 砰起来给爆炸 好 现在已经知道 三人死亡 十五人受伤了 现在 到底这是谁干的 目前还没出来 我不认为以色列区 干这件事情 越以色列县 敌人太多了 但是在托尔基 越没查出来以后 所有谣言 都指上以色列 都是你 我只有真的跟你讲 世界要大乱了啦 今天我们带大家看到 是 每选最后 倒数剩下13天了 大咖选边站 押注的力道更大 小谋CEO戴蒙跟Bill Gates 他们押注贺锦丽 但是 避险基金的大佬 却是押注川普会胜选 最后我们看到 华尔街秀出了一丝丝的风向 认为川普似乎胜选的几率 越来越高 我们就问 如果川普投雇胜选的话 哪一单股票会是最大的赢家 网友居然有志一同看好挥达 而如果看望挥达 台积电视能插到哪里去 对 没错 目前为止来说 距离美国的总统大选 倒数不到两个礼拜的时间 那当然目前为止来说 这个选情越来越激烈 越来越紧绷 那当然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随时每天 都有不一样的变化 那今天最大的变数是什么呢 就是川普时代任职最久的 白宫幕僚长Kelly 他突然之间突然爆料 他爆料什么呢 他爆料说川普 其实他在上任没多久之间 一直要跟他 Kelly说 我一直跟他解释说 我们的军队要效忠于这个宪法 但是川普就觉得很奇怪 不是要效忠我个人吗 所以他就说 事实上川普是一个向往独裁的人 他甚至很希望说 希特勒这样子的独裁者 然后他同时也说了 他不理解所谓军人为国牺牲的意思 他说不是应该为我牺牲吗 他说他不是他表面上讲的 那么懂这个所谓军事 或是说那么这个 理解这个军人牺牲的这个精神 他这样一讲 就他这样一讲之后 被这个贺锦丽捡到墙 贺锦丽马上他就飞回到白宫 也难是以这个副总统之之 发表一些言论 扣牌机了 没错 他就说川普想要像希特勒的将军 令人非常的不安 所以等于是说 他用这样的方式来吐川普一下 那当然这个会不会影响选情 我觉得每一天都有不一样的变化 但是对于这个川普来讲的话 他可能觉得这个 有点下柄柱的一件事情会发生 这什么事情呢 就是你知道 伊凡卡就是他的女儿 他女儿带着他的这个 这个儿女儿 算是他的孙女 叫阿卡贝拉 阿拉贝拉 他们到什么地方 在卖阿密去 他们卖阿密很正常 就没想到他们居然去看 泰勒斯的演唱会 泰勒斯出大事了 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他会不爽呢 我们知道事实上泰勒斯了 前一阵子才公开 他已经是铭挺这个贺锦丽了 就没想到伊凡卡还带着女儿 我的孙女 我的乖孙 我的乖孙女 两个居然去卖阿密看 泰勒斯的演唱会 他觉得说都什么时间 你不能选玩再去吗 你这样很奇怪 那除了这个之外 他还不止这样 他还打卡 这个伊凡卡还送他女儿一颗 泰勒斯在2014年的单曲 Blank Space的歌词的这个蛋糕 而且在IG上面还写 给我最爱的 SWIFTY最棒的这个蛋糕 一颗蛋糕怎么了吗 对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最爱的SWIFTY 就是说 这个我很喜欢泰勒斯 那这个某些人看起来 难道这是 你在鼓吹泰勒斯 你要follow泰勒斯吗 你要去看泰勒斯 你不要跟我说 可不可以去 所以就知道 事实上这个对川普来讲 我觉得有点尴尬 因为为什么 因为川普说 我最讨厌的人就是泰勒斯 因为泰勒斯 他其实在选前 他也很希望泰勒斯来支持 但泰勒斯不支持他 泰勒斯去支持贺锦丽 你觉得川普会怎么样 可是这一开场 你叮叮叮叮叮 倒数13天了 连续的新闻都不利于川普 他是不是不太妙啊 我觉得目前为止来说的话 当然 我觉得还是在伯仲之间 所以每一个新闻 你都觉得 哇好像影响很大 一下翻这边 对 因为每一个新闻 因为他们民调差距很大的时候 你跳动了一两个percent 可能会让整个选情逆转 所以就觉得 哇这个好像很大 是 不过我们每天 还会有非常多的剧情会发生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来说的话 目前为止来说 国际上的这个行情里面来讲话 大家反而呢 这个目前为止是 略微看好川普的 为什么略微看好川普 因为美元指数呢 在礼拜三的时候 飙到这个104.3以上的 这个高水準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因为目前为止 大家都认为说 你未来啦 你美国可能不会降息了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要真的川普 如同川普所说的 我要怎么磕睡 一大堆的政策下去来说的话 美国公债殖利率 可能会往上升 可能通膨会再起 不会再降息 所以人家就说 不会降息的话 那美元当然会往上涨 所以某些程度来说 已经在反映说 川普是获胜的几率比较大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 目前为止 任何一个人出来表态 对选情都有非常大的影响 这几天在美国 网路上就传言了什么 巴菲特出来说 我支持这个川普 为什么很令人惊讶 事实上巴菲特过去 大部分的时间 他其实支持民主党的 但是这次里面说 网路上居然有这样传 就没有要逼得谁 逼得巴菲特 自己出来澄清 巴菲特其家公司就声明说 巴菲特先生目前不会 未来也不会 为任何人投资产品背书 或为任何政治人 或候选人的背书 或是支持 所以说跳出来 说我没机器 好不过你一定要 目前为止来说 大家都在讲 华尔街怎么布局的一个状况 当然非常多人 都有这些布局 不过我觉得 我们看一个非常知名的人士 就是美国知名的 这个避险基金的 这个人叫Jones Jones他说什么 他其实是非常 美国非常大咖的避险基金 他就说什么 我已经朝这个 川普赢得大选的方向 重新调整我的投资组合 所以看起来 就避险基金来讲的话 大部分目前为止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说实在 他们几个月前 都是比较偏向看好贺锦丽的 觉得目前为止 你没想到居然说 川普拉上来 所以目前为止 他们的调整是把过去 可能贺锦丽的部位略高 把它调到 有川普的这个部位 所以并不见得是说 他们一定看好 川普一定会当选 只是 这是调升 这个比重的这个问题而已 那除了这个之外来说话 当然我们知道 伊隆马斯克不是宣布出来 支持这个川普 让他民调一直往上冲 所以现在 直到目前为止来说话 也要非常多人 出来支持贺锦丽 这个支持贺锦丽是谁呢 就是比尔盖茨 比尔盖茨就说 那我这样 我也开始宣布出来 捐五百万 五千万美金给这个贺锦丽 表达对贺锦丽的支持 所以看起来的话 不是只有你伊隆马斯克 能捐那么多钱 我钱便已多 我也可以捐 所以看起来的话 两边的富豪 真的在互相打对塔 那甚至还有另外一个 也是深受大家注意的 一个重要人物 那就是摩根大通的 这个执行长 Damon 那为什么Damon非常重要 因为第一个 他目前为止是 华尔街的一哥 他甚至是华尔街的 传奇人物 因为为什么 2008年那时候 不是发生金融海啸吗 就是由 这个时候的摩根大通 跟其他的银行 去收购了 这个非常多的公司 挽救了 当时美国摇摇欲碎的经济 甚至在2023年的时候 他跟叶伦 携手去解决这个 矽谷银行倒闭的风暴 所以他在美国银行界 可以说是 扎扎实实一哥的存在 就他现在传言 传言他要支持贺锦丽 不过我们比如说 这是私底下 他私底下已经跟贺锦丽 有表达说 我贼贼你 那甚至贺锦丽还跟他 发出邀请就说 如果我当选的话 你要不要担任我的财政部长 这看起来你看 越来越多富豪 我觉得在这个最后的关头 他们可能也都会面临到出来 必须选边站的一个状况 所以大家在想 川普投顾又要强势回归了吗 如果真的给他选上了 哪一档股票最获利呢 对 没错 大家都说哪一档股票最获利呢 当然有很多人有不一样的说法 对不对 不过很多人就说 那一定还是谁 还是这个黄仁勋 会最好的一个状况 好 那为什么这个样子呢 因为说真的啦 目前为止有各式各样的报告 不过美银那个报告非常重要 我觉得是很重要 第一个 他说 获利远比政治更加重要 也就是说呢 其实这个美国的选举 只是短期带来的影响 那最重要的重点 还是你基本面的好坏 还有你本身获利的好坏 他就举个例子 他说2017年的时候 川普那时候不是当选吗 那他也支持所谓石油摊看 这个专探 结果没想到 美国能源股还是下跌了29% 然后标普还是上涨83% 所以跟那个没有关系 他支持他 但问题是你获利不好 还是照样会跌嘛 对不对 那尤其以今年来讲的话 像台积电啊 辉达还有博通 总是指十个月上涨84% 所以就说事实上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你本身的业绩 你看这些上涨84% 你三星还腰斩啊 所以这其实跟短期间之内 当然譬如说三五天 可能跟美国这个总统大选会有关系 但你要一个月两个月以上的行情 其实跟总统大选 已经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了 重点就是产业趋势 还有公司本身的 获利面的这个状况是怎么样 一句话 谁当选都难党 这一波的AI浪潮 而说到了美中的AI大战 会不会越打中国越没戏 才说去拆解这个华为的AI伺服器 里面居然有台积电的晶片 还没完耶 今天居然传出了 有新加坡商人在帮中国偷偷的去购买 NVIDIA的这个晶片 进入中国市场 对 没错 实际上目前为止来说 这个美国的AI发展的非常快速 中国想跟 但是中国没有晶片 所以你知道 实际上目前为止来说 整个这个黄仁勋 他在说未来的市场 他讲什么 他最近现身在Gartner的这个高峰会 他就说我们目前已经在打造所谓AI大脑 所以哇 看起来的话这个AI的发展 这个与日俱进的一个状况 目前为止来 我们知道这个挥打最大的市场 当然是美国没有问题 对 那再来就是欧洲这些国家 再来就是中国 就没想到现在 目前为止来说 已经变成不一样了 就是说目前为止 中国这个新加坡已经取代 中国成为挥打的第三大的市场 所以完全截然不同的一个状况 新加坡这么小 人也不多 对 他不像台湾 台湾有很多的数据中心 正在这个地方 是有很多很多的制服器 所以台湾是第二大 他是第三大 中国第三大 现在变成是新加坡第三大 为什么 那很多人就说 这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当然是 因为新加坡目前为止 也的确在建 很多的资料中心 包括东南亚的资料中心 可能都放在新加坡 所以他们的确也是需要 非常多金钱 有需求 第二个是什么 很多人就说 是中国借到于你 也就是说 你这个资料中心 明目上是新加坡公司 但其实是中国 跟新加坡公司合作的 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我等于是 中国公司绕道在这边 来设资料中心 所以我就用你的资料中心 当成是我的数据 第二个可能是什么 就等于当成是 你把它放到新加坡来之后 我再把这些晶片 运到中国去 所以等于是 有这样的一个走私的管道 那为什么会这样说 这个不是我们在 瞎掰的一件事 因为事实上 媒体曾经报道过 在去年秋天的时候 有一名新加坡的 这个26岁的中国留学生 要回到中国去 然后他的行李箱就夹带 6块挥打的这个AI晶片 那这样6块 那就可以说 你只要带回去 6块的话 每一块是100块美金 带6块是600块美金 600块美金 你乘以30的话 一带一次回去 回去就2万块台币 晶片多好带 这么小 对 晶片很好带 是说你就知道 事实上对他来讲 是不是很好 那这已经变成是 他们留学生之间 夹后倒下 他们说 就有一天问 俊相 俊相 你要不要回中国 你要不要来一点外块 好 那什么外块 你去找一个叫做 Brother John这个人 那找这个人之后 他就跟你说有什么外块 然后你就跟他接触 跟他接触 他就跟你说 你要带什么东西回去 比如说你要带A100 还要带H100 反正我们就预订好 一片晶片多少钱 或是你还能带别的东西来说 又有不一样的价码 可以带回中国去 好 那就这样 那于是当然很多留学生就OK 所以对他事实上 中国就用很多方法 反正想方设法 拿到非常多的AI晶片 所以或许新加坡会变成是 中国另外一个借道 或是突破的一个地方 强强国旅 只剩下演唱会经济学了吗 周董12月在台北大巨蛋开唱 昨天转圈圈转完 你抢到票了吗 15万张门票 5分钟清零 结果太嚣张了 这黄牛票居然立刻一转手 网路上一张喊到30万 政府居然束手无策 文号部花了2300万 打造了这个所谓的打黄牛的办公室 结果一年过去 一点办法都没有 今天我们独家要告诉你看似无害的黄牛 居然是扼杀国旅的致命杀手 俊阳哥终于抓到了 抓到什么了 黄牛抓到了 昨天大家等周杰伦买票的时候 中午12点在那边赚的蓝圈圈 大家想说黄牛马上在同步在社团开卖 结果今天中午终于抓到黄牛了 老婆我们来看这个标题 抓到了周杰伦炒30万 刚刚我讲的那个 今天抓到了全台湾最大的黄牛集团了 结果他拿到多少票 这个是个夫妻党 他光是卖就卖了198张票 半天就赚了200多万元 所以现在警方抓到之后 连抓到的时候 各位观众看这张图 还有民众在问他说 你还有6880块那一区的座位票吗 所以这个是最贵的那一区对不对 是6880块是最贵的那一区 他总total 其实警方流露出来的画面 他最贵的是卖到多少钱 卖到2万多块钱 卖的快三倍之多你知道吗 23520块 所以等于6880三倍还要更贵 都有人要买 我就说两个是 活该啦 被抓到刚好而已啦 因为你骗了这么多台湾人的钱嘛 那问题是 现在抓到之后其实还没完 因为这几天包括黄牛其实是满天在飞啊 不只周杰伦我们看到这几天就有个代表 叫做抢 除了抢麦当劳的这个猎人的盲卡包之外 还有泡泡马特公仔另外周杰伦的这个演唱会 我们先看那个麦当劳这件事情 猎人的这个盲卡包其实一包大概还89块而已 可是俊阳哥你知道炒了一包多少钱吗 现在一包卖到了500多块 甚至还卖到上千元的都有 昨天很多人去要去卖到牌队买的东西的时候 发现怎么一堆带牌的人都在牌队的东西 后来发现不对啊 结果在网路上发现价格变得这么高 那同样昨天也是三井Outlet 这个另外一个开幕的地方 那开幕之后还卖这个泡泡马特限量的公仔 原本一盒2700块钱 他是特别版 结果呢 网路上马上转手卖卖多少钱 卖到6000元甚至破万元都有 你就知道多夸张了 那当然昨天最大条就是周杰伦的演唱会 12点开卖 各位观众应该很多人都在荧幕前 看着看着泪就流下来 因为不断的转蓝圈圈 结果呢 5分钟不到 通通四场15万票直接秒杀 那最终的答案很奇怪 89万票瞬间秒杀的情况 那到底票是不是都到黄牛身上去了 黄牛真的是漫天喊价 原本最平的周杰伦的演唱会最平的票 你知道多少钱吗 1880元 结果呢 在网路上喊到快2万块钱 喊了10倍啊 那当然现在也有新闻报道说 也有其他的黄牛 原本6880元 就他最贵那一区的票 喊到30万元 45倍 43倍啊 哇真的 30万元你要看上演唱会 真的是要花很大的钱 那问题是 现在还有黄牛直接对我们的政府呛吓 来啊来啊来抓我嘛 反正你抓我又怎么样 你又抓不到啊 还有网友直接在那个社团里面 公开的对政府呛吓 这他觉得莫名其妙 我们政府到底在做些什么事情 所以太解气了 你敢唱吓 我就抓给你看 是 你不要躲在键盘后面 问题是 他居然可以设计这样的城市 轻轻松松 我们抢的要死 抢不到 通通被他搜刮了 我们知道过去黄牛可能是包网咖的方式 那现在黄牛已经有新的手法 他找了工程师来写城市 短短几秒钟 几百张票直接扫光 所以你手术怎么点的人家 你在那边撒打看一幕的时候 人家用城市早就把票扫下来 你根本追不上人家黄牛速度 所以难怪是道高一尺磨高一丈 文化部为了打击黄牛 还就被砸了几千万成立的办公室 结果打出了个什么 打出个寂寞 打出了民众的怒火 黄牛到底有没有遏止下去 这个是文化部长李远 因为最近他很关心周杰伦的议题 所以很多立委在 立法院在问李远说 到底周杰伦的黄牛事情怎么解决 他除了一些玩笑话说 他讨厌周杰伦之外 他也提到一些问题 现在黄牛的手段不断演化 那法规必须要跟上 他也承认说这个比较难 因为法规在做调整之后 黄牛动作比你还快 而且重点是要有人检举 你才会去调查 人家票都买完了 你还说有人检举才会调查 那其他民众怎么买票 根本就买不掉 而且文化部他其实有些资料显示说 其实截至到今年的9月30号 只有处理75件 光是周杰伦的演唱会 其他演唱会还没算 你只有处理到75件 这么少的情况下 你文化部到底有没有在做事 你要知道 一场演唱会卖 就一大巨蛋好了 4万张票 结果海量的这个 所谓的黄牛的这样子 他做这样的生意 他只查了75件 所以讲束手不测 也是刚好而已 今天为什么讲黄牛 大家这么愤怒 这么气 有一个大家想都没有想到的 一个层面 你知道吗 当所有人都期待了 演唱会经济学 能够为国旅 带来一丝机会跟活水 你想都没有想到 这个黄牛 居然也是扼杀国旅的可怕杀手 所以我们知道周杰伦是首位在台北大巨蛋 售票开上的歌手 那其实台北市其实也希望说 周杰伦来这边开上的时候 能带动整个台北的经济 或观光产业 那现在除了周杰伦之外 其实张惠媚 他其实跨年厂也要开上 那现在很多的这些与苏业者也磨刀 我推出像这个跟张惠媚的一起的合作 你来看张惠媚演唱会 你要订我饭店 我会给你一些优惠 或怎么样 推出套票的方式 所以你看 现在整个旅苏业者都希望 看准这个演唱会的商机 希望能够复制高雄模式 在台北也复制出来 但问题是 现在就变成说 一般的民众 他的预算是有限的 如果我今天把钱 花在黄牛上面 我现在还有能力去消费其他东西吗 就没有了嘛 就有台北的这个女生 她一个月才赚32K而已 她希望到高雄看Brain Pink的演唱会 她原本都想好了 我到高雄去 我除了看演唱会之外 我要怎么样 我还要住宿啊 逛逛高雄的夜市啊 逛逛高雄的博二啊 看有没有其他的有趣的东西 结果呢 她买不到票 去买黄牛票 原本才一两千块的票 她后来花了将近八千块才买票 八千块 可是她预算只有一万块 怎么办 变成说变相就只能压榨 她其他的费用 她原本说要住宿 后来住宿也不住了 原本搭高铁 高铁钱也不用出了 变成什么 她等于看完演唱会 要直接搭客运回台北 你知道吗 所以今天让人家气就气在这个地方 本来这个一万块要花在高雄 要花在他的住宿 要花在去夜市吃美食 这些通通经济的效益 会留在高雄 结果没有 光是八千块 就通通让这个黄牛给吸干了 这个错 这个错就是黄牛的错 黄牛把我们的经济也搞砸 把我们的观光产业也搞砸了 因为民众的预算就有这么多而已 那你现在要更多的钱去 摆票的情况之下 就没有钱去更多的消费 可是你要想 台湾的现在的旅宿员 跟整个国律 是希望说能够活水注入进来 其实我们都知道 暑假期间其实国律比较少 那好不容易 11月到10月 台北的旅宿员的估计 大概有八成五的这个地方率 看起来还OK 我跟你说 这个就是演唱会经济学 点火的效果 所以现在看起来 大家希望 你把钱也留在其他的一些产业当中 进行到行业观光业当中 可是问题是 你看今年的旅宿员 其实还是蛮惨 平均美房的收入只有700多块 那上半年还下跌17% 所以 我已经忍忍忍 好不容易忍到年底 周杰伦要开唱 再来阿妹要唱跨年 话题不断的情况之下 你黄牛跑出来搅局 钱都没有留在真正国律市场 是啊 所以黄牛的东西 这个问题 真的政府要好好来检讨一下 那另外呢 其实台湾人也对于说 目前国律其实很多住宿还是太贵了 你看有八成的民众认为 现在房价都还是太贵 甚至连淡季 淡季或是忘记他们的价差 其实大家觉得 你也落差太大 所以就降低民众的国律需求 因为现在就有民众想说 我今年24岁 我是坟岭族 因为薪水也不是很多 我想说我存点钱 我想说国定假日的时候 我到宜蘭去走走 到花园去走走 后来发现了 其实国定假日 一个晚上房价要多少钱 6000块钱 这个其实很贵 就算便宜一点的住宿 大概也要三到四千块 那更别说你还要交通费 那你去的时候 要不要吃点东西 要不要吃当地的美食 要不要玩一些当地的游乐器材 当然都是要嘛 那加一加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 你去两天一夜这样旅游 大概花了一万块左右 其实都是要 那大家想说 你当我们是潘纳吗 当我们是盘子吗 我玩国旅要玩得这么贵 我刚才出国玩就好了嘛 所以你就知道 今年一到八月 也有统计出来 台湾人将近有 一百 一千一百 三十八万人 人次出国 那大概来台湾的 其实比较少 大概只有一半 四百九十七万 所以不成正比嘛 所以说大家其实有钱 大家也想要消费 但是大家跑出国去玩 那就变成说 你看2023年 去年 全台湾的旅客出境人数 达到 一千七百五十万人的 平均每人出国的花费 大概六万块钱 那台湾人 所有人 台湾人花在国旅游 其他国的旅游 不是国语 其他国旅游 花了一兆 这一兆是什么概念 我们中央政府总预算三兆 将近三分之一的 这个经费都花在 光光财流出去了 流出去 你没有留下来嘛 现在台湾人消费能力是有 那就看政府 能不能把这股消费力 把国旅整个做好 把消费力留在台湾 五七报新闻的 所有好朋友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报新闻 俊相 还有优秀的五七报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 每一天 挖真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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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